OK 坐进广风最新的这一款 紧车型SUV 风兰达的车类 这一台车看一下类似 如果说从视频里边看的话 这一台风兰达的整个类似的话 相对来说会显得比较的简单 因为这台车的话 它整个价格是整个广风里边最便宜的一台SUV 所以整个类似的这种给人的感觉 是比较朴素 比较简单的 全黑的一个类似 在我们这台算是一个中配车型 当然它有一些优点和缺点 比如说优点在什么地方 优点的话是这一台车 可以看到方向盘按键密密麻麻的 在右侧它有很多的这种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一些开关 包括车道保持 然后一个ACC的巡航等等 好 这是它的一些优点 还有就是这台车 它的整个标配的安全气量非常的多 前后全系的话标配的是有8个安全气量 所以它的安全性 现在在丰田TN架构下是比较重视的 好 当然缺点就是肉眼可见的 比如说方向盘 这一台还算是中高配的车型了 然后它给到的方向盘是塑料的方向盘 看起来比较的简陋 第二点的话是仪表盘 整个仪表盘就是这种传统的指针仪表盘 非常非常的朴素 然后在整个门板上也没有过多的一些 比如说装饰甚至比如说音响等等 所以这台车在整个车内确实过于朴素了一点 但是它应有的功能都不缺 现在比如说它这块中控屏 现在的整个内置的这种智能化的功能会更多 往年的功能会更多 而且下面空调的这种按钮都给到了传统的物理按键 比较好用 再往下的话可以看到就是比较传统的一些东西 都得意保留了这种物理的按键 就是反正比较常规的好用 比如说点字手刹 然后out hold等等 所以呢 你要说这台车 在实用性方面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呢 它如果去对比一些那种 现在做的比较精致的那种国产SUV 可能它的精致度要差一些 但是实用性没有任何问题